电价位率审议会是前排版民生用电动涨 但是产业用电平均调涨12.5% 而在大众运输方面 高铁、台铁跟台北捷运要调涨14% 票价动涨26年的北捷 更因此成本要大增3.9亿 也让蓝营的议员喊话 干脆涨价全民承担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 今天也再度向行政院长朱镕泰喊话 希望中央给予专案优惠 全台捷运运量最高的北捷 电价调整14% 成本大增3.9亿元 如今26年未涨票价 将涨价因应成本吗 累积起来是74接近75% 原本大概在18亿多 现在会多了14亿多 北捷电价调涨 造成我们非常沉重的负担 适当的反应到民众身上 这是必然的事 市负端已经面临庞大压力 民众荷包更恐怕对应 最直接影响 最好是不要涨 不能接受 平常就已经够贵了 还是涨价 捷运很必要嘛 所以涨一点 我觉得不会影响我达成医院 尤其市长蒋万安过去 速度向行政院请命 希望北捷电价比照 民生用电涨幅小一点 却始终没获得政院首肯 北捷我们每天平均最高提供 两百万人次的服务 所以很希望中央能够了解到 我们这样子的困难 能够有专业的优惠店价方案 国庆那边跟卓奎来反应吗 当然有机会我们都会表达 店价越涨越高 北捷营运成本不断飙升 台北市民是否得共同承担 蓝绿仙隔空交锋 包括台铁高铁连日来票价 都闻掌声响起 北捷二十多年 洞涨是否因此破功 也进入最关键时刻 记者陈武祥 周玉婷 特别不打